有話直說一分鐘 行政長官李家超7月13日率領政府司長到立法會出席首場前聽交流會與議員溝通交流 新一屆特區政府用實際行動坦誠與立法會議員交流 為行政和立法的良政活動起了一個好頭 相信有關的活動能夠有助於讓特區政府第一時間了解到社會的動態和訴求 對推動相關政策讓市民受惠有幫助 毫無疑問前聽交流會有助於行政和立法兩者加強合作形成良好的互動關係 不過特區政府以及立法會議員們無必要避免前聽交流會留於形式 同時努力提升議政的效率 不斷地優化前聽交流會的模式真正的推動和解決問題 首先提前撤資議題方向 根據所出席官員分管的範疇 讓立法會議員提前準備好議題 提升有關議題討論的深度化 從第一場活動看 議員好多議題不少 但時間有限 如何提前規劃好議題 讓議題能夠深入討論 考驗會議組織者 其次建立議題的訂立和反饋機制 跟進有關議題的落地情況 特區政府官員不可能將前聽交流會所有議題 都進行一次性的全面跟進 必須有輕重緩急 先後順序 為此需要建立一個議題的訂立和反饋機制 有助於相關議題有序和快速得到處理 前聽交流會絕對不是給立法會議員拍照打卡的活動 亦都不是特區政府官員作秀的場合 它是行政與立法關係得到改善的良好開端 行政與立法如何精神合作 關乎於香港有志及興的發展過程 各方面無必要認真對待 如果大家對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